继续收看 创意敌财近在运通 欢迎收看会让你赚钱的节目 以及把你当好朋友的五入财神 我是杨卫山 指数今天结算 从明天开始重新洗牌 个股多空循环 各自表态 这个盘目前很明显 是大户以及外资在控盘当中 所以你的选股 一定要跟上大户的脚步 才能够成为赢家 那大户做股票 最忌讳一件事 就是人多的地方 换句话说 就是热门股 你一定要很清楚 大户在股票市场 他是要来赚钱 他不是要来做善事 所以他不可能去拉那些热门股 来让你赚钱 这一点简单的逻辑你一定要懂 我的师父 古神巴菲特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只有在退潮时 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换句话说 只有当指数在回档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的老师到底是靠运气还是靠实力 今天只要有实力 你就可以行走天下 没有什么不可以讲 卉杉老师为了让我的家族成员更贴近我 为了让投资人更贴近我 我成立了FB 五福临门杨卉杉的粉丝团 今天要敢开这个粉丝团 没有三两三 哪敢上两三 粉丝团当中的一切都是开成布公 没有什么撒谎的余地 今天你的老师 没材料拿你探机 但是又想收会员 所以只好在电视上行片 他有办法写粉丝团吗 他不能写粉丝团 因为一写人家就会上去戳破他 我说老师你讲的根本不一样 所以 来 卉杉老师 开了这个粉丝团 就是实力的证明 那今天既然 我是一个有实力的老师 我所选出来的股票 当然也是有实力的股票啊 现在大家都很热烈在讨论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 机器人 大陆要供机器人 他要拼五年当领头羊 我把这个消息出来 包含最近很多企业都在积极的 进攻机器人这一块领域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研究了 到底机器人中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当你的老师现在开始要研究时 卉杉老师 我早就把机器人当中最帅的 这个字打错了 亚兰德伦 我介绍给你 来 这一档 机器人当中的亚兰德伦 机器人概念股三号 今天大盘下跌了119点 但是它涨了7块钱 盘中曾经一度再创波段的高点 利用机器人 3号亚兰德伦 卉杉老师我一次的波段布局 两次的价差操作 来在这里 波段布局 4乘7 两次的价差操作 2乘5 2乘1 4乘7 2乘5 2乘1 累积到将近放大 9乘3的获利 换句话说 已经快要达成倍数获利了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就叫做实力 这就是卉杉老师 我所带给我家族成员的价值 最近指数在回档 当然首当其冲的 就是那些所谓的热门股 当你手上抱着 你的老师请你去追热门股 然后现在套牢的时候 结果你看到你的老师 在电视上又在讲别的掌停板 而且是一只接一只 这种老师啊 今天要赚钱 绝对不是嘴巴讲讲就好了 今天要赚钱要怎么赚吗 每天带你赚 每个月带你赚 每个礼拜带你赚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一个星期有五天 只要两根掌停就好 我一百万的资金跟着你的老师 你一百万一个月 四个星期就可以赚八十万 有这么好的事情哦 这样我也要来去啊 卉杉老师我也要做老师啊 我要去当你的老师的会员 全台湾啊 的老板找不到员工了 因为一个员工三万块啊 一年十二个月也才赚三十六万 两年也才七十二万 哇我今天跟着这个老师我一百万 也要好好管管这些诈骗的老师 不要再欺负那些无辜的投资人了 还好 这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这么邪恶 实际的正言法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所谓的幸福 不是只有自身的享受 所不是说我吃好的穿好的就叫做幸福 是能够把施爱化为大爱 化为对大家的爱 承担社会的责任 爱社会爱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同样今天能够带给你幸福的老师 不是说只是嘴巴说说 然后在那边放马后炮 一心想要从你身上挖钱 挖会费 那种老师能够带你幸福吗 怎么可能 慧山老师我的家族成员 对我都非常的信任 其中有一部分 是包含像资金不是很充裕的单亲妈妈 或上班族以及退休族 对于他们的信任 慧山老师我心里很感动 同时我也一直在想 我到底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我把我的家族成员 把投资人都当做好朋友 所以我只说对的话 我不讲你爱听的话 我只说对的话 我只做对的事 我不做只对自己有利的事 因为我的家族成员 对我的信任 这一份责任感 带给慧山老师强大的力量 也因为家族成员对我的期待 慧山老师使命必打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跟我的研究团队 好好找好的股票 来带信任我的家族成员来赚钱 所以我不追逐热门股 我只布局会赚钱的股票 这是慧山老师一路以来的中心信念 我曾经没有 我没有改变过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想法 或我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今天所要求的是 慧山老师我跟着你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档股票 很快就涨上来 你可不可以带着我 周周转月月转 那很抱歉 你真的不要来 因为我真的不忍心欺骗你 但如果你很愿意 利用好的股票 在股市当中脚踏实地地赚钱 累积你的财富 那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怎么赚钱 怎么获利选股的标准在哪里 我订定好非常严谨的流程 慧山老师怎么带你赚钱 第一 我带你买好股票 而且这样的股票不要多 我们来股票市场是要来赚钱 不是要来收集股票 你就是买好的股票 大概两三档就够了 再来运用好的策略 波段加价差 以及好的纪律 耐心加上自信 光第一条好的股票 我跟你说 八成的老师全部都出局 好多股票到底要怎么买 我的师傅 股神巴菲特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你要花四毛钱 买价值一块钱的东西 但是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难 为什么它很困难 因为投资人啊 往往在不该贪婪的时候贪婪 在不该恐惧的时候恐惧 投资人的习性就是去追高嘛 但是 你不一定要有投资人散户的宿命 你可以改变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 会想老师 我只买好的股票 这一档 来 机器人的亚兰德伦 机器人三号 F亚德 在一月底的时候 它的股价跌了六成 大家看到都走到要死 老师这是什么股票啊 老师这是什么股票 怎么跌了六成 确实啊 这种股票一般的散户没有兴趣 那我们要贯彻我的师傅股神巴菲特所讲的嘛 你要花四毛钱买价值一块钱的东西啊 所以我要好好研究它到底有没有价值啊 来 它的股价为什么跌得这么惨 答案在这里 这个是103年的EPS 104年的EPS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104年的EPS 比103年的EPS降了两成六 那为什么降了两成六 因为大陆在去年确实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很多厂商销价竞争 所以让它的EPS掉下来 但是它最近六年的营收其实还是在增加 并且来我们放大一下 比起跟它同业的毛利率 雅德的毛利率是五成一 它的同业平均大概只有两成啊 完全没有说它比它的同业毛利率高出了三成 它是一间非常有竞争力的公司啊 来 股价回档的六成 那么因为它的市场啊 来 八成五的营收是来自大陆 我可以合理的去预估只要大陆这一块市场状况改善 那是不是表示它的毛利率就可以向上提升 自然它的股价就会回到原本当时的水准 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个逻辑是OK的 好 在当时我就已经提到 大陆要进行十三五 从2016年开始 当时2016年刚开始 大陆正要开始进行十三五 这当中有非常多 包含健康中国 美丽中国 这我就不再多讲之前节目当中已经有讲过 搞不清楚的再上我的FB去看 好 那么大陆既然要积极的扩张内需 自然他们必须要用到很多的建设 F亚德首当其冲 就是第一个受益者 因为它的营收八成五是来自大陆 并且这是它的产品 它主要生产气动原件 它的气动原件在大陆市占率高达第二名 高达第二名 你看我说大陆它要进行十三五 很多的需求会提升 有没有 大陆的楼市最近房市热得不得了 第一季的新增贷款也创在新高 这是4月16号的新闻 这是4月16号的新闻 所以事实证实我当时对十三五的看法是完全没有错 是完全正确的 好 那么F亚德 他是第一个受惠者 并且大陆十三五既然它要扩大基础建设 它一定要做产业技术升级 它要技术升级 它才有办法做那么多的建设 那亚德 它的气动原件又是属于高阶原件 换句话说 去年很多厂商可以销价竞争 但是在今年不一定行得通 因为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勘展没有到那边去 所以自然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F亚德的未来就非常有成长性 从12月他当时12月的营收已经创下了5个月来的高点 你就要闻到这么一丝丝味道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就叫做专业 不是说看到股价涨上去之后 然后开始拿电视上 那个报纸上的新闻跟你讲一讲 解释那些都没有用 你一定要提前知道它的来龙去卖 你才能够掌握最好的机会 好 那么它是我的师傅股神巴菲特所讲的 有价值的股票 而且它的股价达了四折 那么重点来了 巴菲特其实跟你讲这些话 它浓缩成一个原理 那就是要找好的股票 并且你要找好的买点 否则今天一档再好的股票 找人涨了两三成你再去追 它是好股票啊 可是你涨得那么高去追 没有用啊 你的获利空间不大 我不能说你没办法获利 但是空间很小 所以你一定要好的买点 那么来了 好的买点到底要怎么找 难道是凭卉山老师我的感觉吗 我觉得他现在可以买哦 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进场哦 这样子是不是感觉有点太过草率 太过危险 你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跑在时代的尖端 你如果没有办法跑在时代的尖端 你就会被淘汰被落伍 那现在国际级的大厂 他们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来 脸书的执行长 祖克伯 他说要充脸书的用户 怎么充 用人工智慧 哎呀对了 以后脸书跟你聊天了 是人啊 但是是机器人 也就是电脑 那祖克伯说要做这件事情了哦 那LINE 哎他也跳出来了 我怎么可以让你赚美于钱呢 对不对 来 LINE要打造AI的客服 我们这边放大一下 要让聊天机器人回复问题啊 换句话说以后回复你问题的 都不是人 而是电脑 也就是人工AI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步呢 因为人工AI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学习巨量资料 把大数据 通通浓纳在他的脑海当中 通通浓纳在他的脑海当中 所以电脑 他不知道能够趕头刀 他还会跟你聊天 他甚至可以打败齐网 还可以预测未来的冠军歌手是谁 那当然不得了啦 所以金融界的龙头高盛 看到这样子 赶快要研发机器人李钻 这个都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事 你如果想要赚钱 你的脑袋一定要换一下 不能用就有的思考去参考 当然你会说 老师我没办法成为高盛的会员 但没有关系 你有卉山老师 你可以成为我的家族成员 因为卉山老师 我有五路财神 来 五路财神 结合五位财神 那为什么要结合五位财神 其实投资市场说穿了 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你能够看得懂几率 你就能够赚钱 谁的几率越高 谁就越有办法赚钱 那么我说过了 尤其在股票市场 资讯很多 资讯很杂 你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要把这些资讯有效的去过滤出来 谁能够做到 谁就能够成为赢家 是不是 这个道理对吧 所以卉山老师统合了五位财神 每一位财神 加码指标 只有做到五路财神 五面俱到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大量的消化数据 我们才能精准的提高胜率 好 卉山老师连北路财神都加进去 为什么 因为一档股票 我不只要让你做波段 我还要让你赚到价差 今天啊 既然我们看对了 我们就是要重压 但是重压 它是有技巧 不是像有些老师 哎呦 一次我会跌下去 那个是赌博好不好 你今天重压一定要有技巧 怎么重压 卉山老师我告诉你 不然 你万一今天看对一档股票 结果我好几百万只赚了几万块 那这档股票有看对跟没看对 没有两样啊 好 F雅德 符合我师傅巴菲特的选股逻辑 加上五路财神到位 来四路财神到位 告诉我这档股票 棒 所以卉山老师 要请你做一件事情 把你的资金 拿出两套出来 不是分成两套 是要拿出两套出来哦 你不用买一堆股票 但是你的资金拿两套出来 第一套 做波段布局 154块钱买进 那第二套资金要做什么呢 就是做价差的操作 加码 165块钱 170块钱 好 那既然是符合巴菲特的选股逻辑 再加上五路财神认可的股票 当然 它的股价就是往上涨了 可是到这里你会开始遇到瓶颈了 到底是不是要把它卖掉 卖掉的时候万一股价又涨上来 哇这样好像很可惜哦 可是不把它卖掉 万一股价押回来 自己每天又很烦恼又很担心 那怎么办呢 就卉山老师我刚刚所教你的吧 不是吗 我教你做嘛 一档股票 来 不只让你做波段 还让你赚价差 怎么样做呢 跟着我这样子做就对了 来 波段的布局 我们持股续留 另外价差的部分 执行价差操作 换句话说 它涨上来这边三成 我们在这边出场压回来 压回来 波段的部分 我两成五 价差的部分 也两成五 一档股票 我波段跟价差 到这里 我就赚了五成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才叫做操作 这才叫做高手 你做股票 这样做 才会高兴啊 才能跟着真的赚大钱 那指数压回来 老师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你要知道 大户做股票 它绝对不可能 只有赚个两成三成就跑掉 这是一个逻辑 但是 你如果对你自己没有自信 你没有耐心 你也一样赚不到钱 来 押回来要怎么办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3月29号我问你 什么时候可以再做价差 来我们这边放大一下 这张图卡是4月1号 3月31号 3月30号 3月29号 3月29号是这一根 是这一根 我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再做价差 然后3月30号我做了一个动作 来接回 把价差的部分接回 接回来 198块钱再接回 两次的价差 第二次的价差操作 我们做了两次的布局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 亚德 今天的股价 223块钱 一次的波段布局 加上这两次的价差操作 4乘7 2乘5 2乘1 来我们放大一下 总共累积了 9乘3的获利 股票就是这样子做 一档股票 你看 9乘3 快要100万了 你已经可以买一台车了 那你在做第二档 第三档 你可以开始 小房子的投机款 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就是这样子 一档一档的去做操作 慢慢的 你会发现说 你的财富越滚越大 这就是卫山老师我所强调的 你做股票跟着我 你想找好股票 我就是带你这样子赚钱 那现阶段 就像你所看到了 我们进行到机器人4号 这一档股票 机器人概念股4号 当然 卫山老师把大家当好朋友 他也是一档好股票 先看一下他的K线 从这边到这边 跌了3乘5 为什么跌了3乘5 老实讲 他的本业 已经是在衰退的状态了 已经是在衰退的状态 所以他的营收一直拉不起来 那当然如果他没有办法改变 他就是一直在那边沉沦 是不是 来 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 他说台积电要创新 供四大领域 放大一下 这四大领域 智能车 机器人 无能机 无人机 跟虚拟实境 好 来 这一间机器人4号 他的第四季营收爆称 计真了将近一倍 为什么能够爆充 因为人家转型到电动车工业4.0智慧工厂吗 都是未来的主流 一二三四四入才神到位 慧山老师已经提前布局卡位 4月18号攻上第一根涨停 在4月18号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布局 换句话说 这根涨停 扎扎实实 通通在你手上 4月20号股价拉上去 又压回来 还好没有涨上去 为什么说还好没有涨上去 因为慧山老师 我还要做动作啊 他涨上去怎么做 机器人4号 来 加码 加码买进 我们进行价差的布局 你不要低档不敢买啊 涨高拼命追 这一档股票还有机会 想要获利赶快跟上脚步 不要等待啊 很多事情过了就不会来 改变是一种行为 但是你不改变 机会就远远不会来 把握机会 我们休息假惊广告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 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吹记贴 请用记贴 无分钟 无分钟 好 坑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达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鹅排七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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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的师傅古神巴菲特说了一句话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这句话很难做到 来我们机器人概念股二号上瘾 今天压回 请问你压回的时候要恐惧或贪婪 物联网的领头羊联雅 今天跌下来 哎呦嚇得要命 跌下来你想怎么做 不知道怎么做的来找我 因为慧山老师我是上瘾之母 我是联雅queen 好 赚钱的方式就是找好股票 不用多 慧山老师就是找好股票 好的策略加好的纪律 机器人的亚兰德伦F雅德 今天再创波段的高点 一次的波段布局 两次的价差操作 已经累积了九成的获利 也就是换句话说 已经快要赚到一倍了 慧山老师都只找好股票 好股票跟好朋友分享 接下来布局这一档 机器人概念股四号 股价离前波还有三乘五的空间 一二三四四入财神到位 这一档股票我们现在布局当中 到时候来 我在F5B五湖铃门 杨慧山粉丝团 会开牌公布 所以粉丝团 你一定要持续热烈追动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跟着我们一起加油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玉米翻出 吹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之 五分之 不好 吹打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吹打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吹打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吹打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吹打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吹打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02-8101-0600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也评显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店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哦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快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